今天上午表示 美国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刺激抵押贷款危机 可能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证监会将建立金融风险的预警监控和防范机制 来自护身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本周末 护身股市流通市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 达到10万0721亿元 较上周末增加了4.31% 本周上证宗旨报收于5484.68点 周升幅达到2.3% 而深城旨则报收于190016.59点 周升幅达到了4.93% 经过21天1300多公里的艰难行程 北京时间11号19点 中国第24次南极科考队内陆考察队 成功到达海拔4093米的南极冰穷A地区 而这也是中国人第二次登上南极冰盖的最高点 目前全体队员健康状况良好 科考队计划将在冰穷A停住15天 展开一系列的观测研究 并在这里为中国第三个南极考察站确定战职 美国和伊朗两国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 对峙事件依然没有平息 11号美国国防部又公布了一段 对峙过程的最新录像 并再次表示这是伊朗对美国的挑衅 据路透社的最新消息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医生今天说 经过抢救苏哈托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世界银行9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今年发展中国家GDP增长速度为7.1% 其中中国10.8% 印度8.4% 俄罗斯6.5% 巴西4.5%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中国第一个黄金期货合约9号 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 基准价为每克209.99元